现代人都很忙很累 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做料理 你的心声我听到了 今天分享的这种米汉堡 简单又快速 快来试做吧 我把上一个影片做的金钱虾饼放 进去气炸锅气炸 然后把煮好的白饭盛出来 然后加了香油 把饭拌均匀 香油不用加太多 白饭煮好 趁热拌比较好拌 然后加入味道香松 这个超市就可以买到的 它里面有海苔 有芝麻 还有 调味料 所以 加了这个之后 米饭就有味道了 就不用再调味了 那 取出来 把它做成 圆形的 饼状 可以压紧实一点 比较不容易变形 里面有香油 所以也不容易沾 里面有香油 那我们现在就来组合 我煎了一颗蛋 然后放了生菜 还有小黄瓜 里面的内容物 依照个人的喜好来放 依照个人的喜好来 因为我有这些东西我就放这些 那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 依自己的口味来变换 那我们把另外一片饭 把它放上去 因为我没有压得很很紧实 所以 饭有一点 松松的 那我们再把它整形一下 现在这样子就做好了 上面撒上一点海苔粉 或者是 我撒的是 羊香菜叶 或者是撒上 芝麻 都可以 现在这样子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快试试吧 快速的美味 喜欢我的料理 请订阅点赞支持 下面 我们来做一道 浓汤 把白饭 还有 煮好的 青菜 豆腐 然后都加在一起 加在调理机里面 放入市售的这种 玉米浓汤 粉 那把它 放入之后 搅拌一下 然后再加一点 调味料 调味料也可以煮好了在家 这台调理机 它是会自动 加热的 那如果没有这台调理机的 就 可以把 煮好的 然后 然后再 放到 调理机 去把它 把它打碎 打得很碎 这样子 吃起来才会 比较像浓汤 又 如果 丑一点 又会像 粥 如果 家里有 牙口不好的 小孩 还有 那种 吃不下 饭的 或者是有刚拔牙的人都还蛮适合的 那我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也会做这种 浓汤来喝又有营养 那如果不希望太浓稠的饭就可以少加一点 水加多一点 那我 我家的浓度做起来是这样子 那如果 喜欢 浓蛋就是用水来调整 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 别忘了 开启小铃铛 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我会把 明细写在影片下方的说明处